多年来一直为伤病困扰的中国田径名将奥运金牌得主刘翔 七贺在微博中正式宣布退役 相对于其他两位偶像明星姚明跟李娜的风光落幕 刘翔的退役是显得格外低调 有媒体就评价刘翔是中国体育曾经最受欢迎 也是最悲剧的运动员 也有分析指出刘翔悲伤离场的背后不为人知的种种原因 再见 我的跑到我的蓝 从今天起 我将结束我的职业运动生涯 正式退役 4月7号下午5点整 刘翔在新浪微博贴出近2400字的长文 我的跑到我的蓝 他做出了不舍 痛苦 但经过深思熟虑 而又别无选择的决定 刘翔还说不想人们再骂他是懦夫 是临阵脱逃的刘跑跑 1983年出生的刘翔是一名田径跨蓝运动员 2004年 他在雅典奥运会上为中国夺得了第一枚男子田径项目奥运会金牌 2006年 他以12秒88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 2007年 刘翔在世界锦标赛再次获得110米篮冠军 刘翔因此成为中国人气最高的运动员之一 他也是过去10年中国体育界最早的赞助商宠儿 不过 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 背负着13亿国人期待的刘翔 却因为缴伤退出比赛 2012年 他再度征战伦敦奥运 却在第一栏就意外摔倒 这两次意外都让他饱受指责 凤凰网评论文章指出 刘翔自始至终都无法为自己做主 他遭到了商业和体制的双重绑架 刘翔的商业收入 有15%要分给田馆中心 15%分给教练员 20%分给地方体育局 此外他所签订的商业广告合同 也有体育总局相关方面的参与 因此 刘翔把正式退役的时机 选择在绝大多数赞助合同到期之后 与其说是怕赔钱 不如说是不想惹麻烦 文章引述德国媒体Sport One对刘翔的评价 他是中国体育 曾经是最受欢迎的 也是最悲剧的运动员 刘翔的悲剧 首先在于角色定位的冲突 即他的个性像是体制外 但他的身份却在体制内 不像姚明与李纳 刘翔从来没有脱离过举国体制 实现单飞 刘翔宣布退役后 很多外国媒体进行了报道 虽然刘翔的职业生涯会遇参半 但仍有不少网友对于刘翔退役后的生活给予祝福 新唐人记者陈翰 综合报道